加拿大飛機尋找今星期初失蹤的潛水器時檢測到水下流噪音 失蹤潛水器上有五個人 到紐芬蘭海岸附近的鐵達里好殘骸 約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曼上一筆同村莊放火焚燒汽車輪農田 顯現對星期二在拉馬拉一角油站 四名以色列人死亡的槍擊事件報復 羅斯在星期三重申他的立場 即是沒有理由延長黑海公民協議 說土耳其和聯合國滑船的協議 不能適當實施 羅馬尼亞自稱業務女性的網紅安德·魯泰特 星期三離開羅馬尼亞法庭 檢察官指控他在美國、英國和羅馬尼亞販賣人口 法國警方星期二深夜清除了佔領羅浮宮博物館前 巴黎市中心廣場的移民 幾百名移民在廣場上搭起帳篷 要求國家提供住所 防禦 黄陸 接下 火 感谢观看